Hello, 大家好 我相信在云彩 大家想听到的 就是一些感动感人 生命改变的故事 今天想和大家分享 一个家庭三姊妹的故事 秋鳳、秋丽和秋艳 我今天说中间的秋丽 她当然 父母一起长大 在小时候 但到两岁的时候 爸爸因为生病 就离世 妈妈很快就改嫁 剩下三姊妹留给爷爷 生活的间距 非常非常不容易 很困难 我记得我有机会去探访 这个家庭的时候 走到 走到入山区的时候 所有的 形容词 家庭四壁 什么都没有 还有很穷很穷 不知怎样形容 我记得 Chris走到二楼 他们有二楼 但非常危险 因为我老公 身形挺庞大的 他踩下去 差点整个人跌下来 因为已经是 地方很差的 环境 所以这三姊妹 和爷爷的生活更加困难 因为父母不在 所以 有机会进入了 运彩关系中心 十年里面 秋丽自己写出来 他的书信 在关系中心 很感动 有很多很感动的事情 原来 一个早餐 都可以让到一个小朋友很感动 因为每天 妈妈会煮早餐给他吃 也当他生病的时候 有人带他去看医生 原来这些 好像比我们在平时 看到这些很 简单 很微小的东西 一个小姑娘 看来 是一件 这么重要的事情 今天 他已经长大了很多 带大家去看一下 一些点滴 None 明天 可能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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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